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恭喜发财 新年流流 当然是做萝卜糕的好时候 虽然现在已经踏入了阳年 但是现在做都是未太迟的 祝大家步步高升 龙马精神 恭喜 材料有腊肠 蜜肠 虾肝 当然是白萝卜 尖米粉 粟粉 和你喜欢可以加可以不加的芫荽 新年流流 做萝卜糕 其实方法是非常之简单的 这个是我婆婆教我的 主角当然是有萝卜 但是萝卜 你不要看它的样子 又跟我们街道的很长 那些不同 是不同的 因为我是在本地的农夫买的 直接在田里 在泥里这样拔出来的 不如大家都支持多些本地的农夫 支持下本地的农业 很重要的 好 那我们第一件事 当然就是把 臘腸 滋腸 你喜欢用臘肉也可以 而且有虾肝 我选了 其实在家里有什么剩下 就放进去 虾肝就要浸了热水 然后切粒 然后炒香 刨萝卜丝 用一个这样的刨 直接刨进一个 可以受热的锅 一会儿因为要煮的 这件事非常方便 其实做萝卜糕最难的一个部分 就是究竟萝卜和粉的比例要多少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计算方法 就是你整只萝卜 披皮之后 切了头 秤了它有多重 譬如它是刚刚好 一公斤的 就是一千克 你把它除五 那就是 尖米粉的用量 就是 除五就是多少 200克 然后里面还要加粟粉 粟粉就是 那200克再除大约十次十二 看看你想那件事有多稠 其实就是这样 至于刨萝卜丝有什么技巧呢 其实是没有的 完全 我自己只不过是喜欢 将一半的萝卜 我想三分二的萝卜刨了丝 然后另外三分一 将它切成粗条 放进去 就有两种不同的口感 记住 刨完出来之后 下面会有很多水 千万不要倒掉它 那些水 都是计算在重量里面的 大部分的萝卜 刨了丝之后 我喜欢留一点 就用来切条 那 其实就切一个 你喜欢的粗度 我自己就喜欢切到 大约一个很粗的筷子 像薯条 薯条 这样粗 那就 放进去 就可以了 将所有萝卜 为什么要磨在一个煲里 你会方便很多 因为 随积呢 你就要把它 不断煮一煮它 不用煮熟了 但要记住 一定要小火 因为呢 如果煮干了 那些萝卜水的话 整件事的比例 就会不对的了 那 那 我们 婆婆教我呢 这个外面的人 是不会这样做的 她会教我 下一点五香粉 很神秘地下 即是在面上 滴 会令到整件事的味道 是不同的 但是呢 你又会不会很吃得出 那种 即是很刺激的那种香味 呃 由于这个 平时呢 一些人都会放很多糖的 在一个 萝卜糕里面 但是这个是有机萝卜 吃的那种味道 非常之甜 所以我们只是 心想你就可以了 加一点就OK了 那 盐呢 都是 就是 少少啦 因为其实 等一下的蜜味 都会有味的 呃 有些人会下鸡汤 一起煮 我又不喜欢的 因为下鸡汤之后 其实你再加了味精 那整件事呢 就不够原汁原味了 煮到它 最重要是 闻到那种萝卜的香味之后 就可以加些粉下去了 那这个粉里面 我已经拌了 将尖米粉和粟粉 都拌了 其实一定要来火去拌 因为如果它还是滚 的话 一倒下去 它就会熟 这些粉浆 慢慢把它拌下去 这个萝卜 混到差不多之后 我们就可以 将刚才已经炒烂了的 蜜味和虾干 倒入三分之二 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因为其余的三分之一 就是用来放在表面上 让它更好 不妨倒多些油 也不怕 因为刚才整件事 是一滴油都没有 那里面有些油 会令它滑很多 再拌均匀 很美味 混入所有材料 之后 我们就可以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倒进碗中 那 其实那个碗中 你可以 放一些油 用紙巾抹 它 会令它 起出来的时候 就会容易一些 其實一個剛才蒸的蘿蔔就做到一個這樣的蘿蔔糕 把腩味排好上去之後 就可以放進鍋裡蒸 其實蒸至少一個小時 看看底部高大還是小 先蓋上蓋子 怎樣知道熟味呢 把筷子插進去 拔出來之後 如果沒有黏著粉漿 這樣就為之熟了 現在我們就不說了 現在已經蒸了很久 看看這個蘿蔔糕行不行 是不行的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就預先在家裡 已經蒸定了一底 最後的步驟就是選擇的 你喜歡加就可以加 不喜歡當然不加 就是這個芫荽辣 或者是蔥 這個 我在家製的這個 上面我放了蟹籽 其實家裏有什麼廚餘 我都會全部放進去 剛好那晚餓壽司吃 吃剩下兩塊 蟹籽軍艦壽司 覺得不要浪費 不如把蟹籽放進去 也挺漂亮 其實是挺好吃的 把蟹籽放進去 那當撒上這個芫荽之後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蘿蔔糕 就完成了 送給大家 恭喜發財 步步高升 恭喜 恭喜